拿的是什么 米 你有没有想到一点 米是什么 台湾可是稻米之乡 我们的米当然是台湾产的 注意下面的字样 产地是台湾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这包米里面的米 如果产地不是台湾 而是国外进来的二等 或者是三等米的话 你吃下去 你会甘心吗 你想想看 居然有米商这么可恶 他把国外进来的列等米 放进了这样包装里面 上面写上产地台湾 再卖给所有的台湾人 你吃了以后 你心里面会不会觉得很难过 原来我们自己台湾人骗自己 陈博士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状况呢 看到这个包装 你看台湾棒 加粘子的产地台湾 我们消费者都被教育的 懂得看包装 看标示 还有一点 你看看我们的稻米 嘉南平原 花东平原 这么多的米 在产 台湾的稻米是非常的有名的 而且非常好吃的 好 那台湾米包装这样的 看不看标示 各位知道吗 通常一包米 如果不是真空包装 这个就不是真空包装 里面有空隙 那如果是没有所谓的 这个真空包装 通常这个米放半年 就会长蛀虫 这个不算真空包装 这个不算 因为它这样膨的 膨的 台湾的米 现在都是所谓的真空包 把里面的空气抽掉 可以保存的比较完好 要保持米的香味 跟米的所谓保水度 然后不会长虫 那这种不是真空包 如果放了六个月 没有长虫 那会不会这里 还有农药呢 什么 六个月不长虫 表示里面可能有农药 可能有农药 所以要小心 那这个呢 好 台湾米 被发现了 我们知道山水米非常有名 是啊 我们台湾人最喜欢吃台湾米 我们从小被教育说 我们台湾呢 我们就吃台湾米 喝台湾水长大的 你看看它的背后 还写说它的产地在什么地方 它还经过了哪些的标准 通过的检验值 多好的一个地方 结果被踢爆 这从缅甸 泰国 越南进来的 列等米 但不是我们台湾本来做残米吗 为什么还要从这些地方进口 价格问题 我们跟各位讲 有人检举之后 踢爆之后 按照我们台湾的CNS的规定 的检验标准 我们台湾米有分一等米 二等米 三等米 那么这个标示的所谓三等米 三等米它要怎么样 我们米我们把它剪开来看一下 各位观众朋友 通常我们买米 不会这么细细的检查 不过今天刚好有这个机会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米把它倒出来 米的等级是看米粒的大小 还有里面的杂质多跟少 那最重要呢 米粒的饱满度 还有呢 有没有所谓的异形 异形就是这个歪歪扭扭的 或破碎呢 那么这个米呢 可是我们一般买米回去 不会这么仔细检查 我们都是看标示 一等米最好的 饱满 光泽 然后没有所谓的杂质 这一等米 那么这一包米呢 它标示的是三等米 那你意思就是说 这米里面有问题吗 对 这个标示三等米的等级 比较低一点 那等级比较低一点 在台湾的三等米算是还不错了 根据我们CNS的标准 好 这个三等米 它里面呢 5%可能是破的 或者比较小颗的 不过这个经过检验 它比三等米还差 标示也不符 你现在倒出来 我就发现里面有很多小小的米耶 这个白色的 白色的 小小的没有 它根本没发好的米粒 就是这个米还没有长成熟的时候 比如说它还没有成熟的时候 受到气候的影响 变小了 小小白白的 可是你随便这样一包倒出来 就已经有这么多颗 都是这样小小的米 这种米煮出来的 会有硬硬的 口感不好 不Q 大小不一样 所以这个检验出来 一般来讲三等米 它的这个所谓的 这个畸形的 或者破碎的 小的只能够占5% 不过这个超过了5% 绝对超过 10% 所以它连三等米都不到 我们看一下 这个等级连三等米都不到 对 一般来讲 畸形一等 二等 三等 它这个里面有一个标准 按照台湾 我们是农业立国 我们台湾的标准 超米度有占多少% 热损害力有多少 被害力有多少 异形力有多少 碎力有多少 那么三等米呢 我们看一看 有0.1 0.5 4 5 按这个标准来用 这个呢 它标示三等米 结果还不到三等 那么米除了伪装 它不是台湾制的 而且不是台湾制 又是米粒的等级 根本三等米都不到 它标示三等 然后等于米的品质 非常的差 我们有经过送验 这个消费者呢 送验到粮量所那边去送验 结果验出来 这个品种不支 什么叫品种不支呢 就台湾 我们的台湾的 这个有所谓的 还有所谓的品种 这个品种呢 不是台湾的品种 不知道哪个地方的品种 所以贵枝树的等于 那个品种 那么这个米呢 还没有进一步验 进一步验 我们要知道 有一个 因为米是每天在吃的 我们最怕说 这米是不是有能量的 其实我们之前呢 也有发现过 有一些米呢 有能量产品 对身体的危害更大 像日本也发生过 台湾也曾经发生过 像台湾 而且在伊朗 当时的台湾 在伊朗里面里面里面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